好啦 现在虽然国安单位 事发之后呢 纷纷跳出来撇清说 我们没有把资料给王毅川 但是其实有这么详细的 电信资料的政府单位 大家也知道 也不过就是只有国安局 调查局 警政署等等 好 现在王毅川 他不肯出面来说明的话 那政府是不是应该 要自己出来告诉老百姓 王毅川到底怎么拿到 这种有个资的电信资料的呢 那难道是他们要来检验 民众的政治倾向吗 立文怎么看 第一个 这就是民进党 支持者心目中的英雄 这就是我们赖清德 所提名的不分区立委的名单 王毅川 这就是民进党中央党部 政策会的高级党共 就是这种水准 那第一个 他就是还需要 我这次我觉得 我要浪费我生命中的几分钟 来评论王毅川 我都觉得我这是倒了八倍子 三倍之路 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孽了 我还需要浪费这种时间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评论 但好吧 第一个 他还需要手机讯号来分析吗 外面 立法院外面的青鸟 怎么可能会是小草呢 小草前几天才到你们 这个民进党中央党部外面去抗议啊 这还需要分析吗 你只要有长脑的人 住在台湾的人 关心政治的人都知道 到民进党党部前面去抗议的这群小草 当然跟去包围立法院的这一群人 轻鸟是不同一群人啊 然后他说跟太阳花也不是同一群人 因为太阳花 我相信当年同情太阳花的人 大概80到90都觉得自己被骗的 都对民进党非常的失望 更何况他还重新站出来呢 所以在立法院前面的这一群人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是非观念的啦 要不然就是蠢的 要不然就是蠢到一个 一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才好 就是容易被骗 要不然就是他就心里面就立志 对不对 看到零九万 他就觉得这个人生太轻松了 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也不用努力 也不用读书 也不用付出 对不对 只要当民进党的打手 1450就有钱领啦 是吧 去到那边 然后做一些过激的反应 上台喊喊口号 就有民进党人照顾他的生活 不就是这样子的人而已吗 这些人基本上就是 台湾民主的寄生虫 好啦我也是花了这么多时间评论 这还需要手机讯号分析 不需要手机讯号分析 不是同一群人 但是王毅川说出来了一个秘密 今天是不是就是 因为你是民进党的红人啊 你是民进党党部的高官啊 你还不是政府官员哦 你也不是现任的立法委员哦 你只不过是现在民进党 力捧的一个名嘴哦 怎么样 你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一些 所有的隐私 个资 通通都可以看光光了吗 那政府有没有掌握人民的个资 他当然有能力掌握啊 我们手机是都可以定位的嘛 大家都知道那手机后面绑定的 就是我们的个资嘛 所以一般你说 他说什么新北市政府这些 他们是拿不到后面的个资 他只知道有多少手机现在在哪里嘛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技术 大家都知道啊 但问题是你为什么会知道 这些手机正在立法院前面的 他背后的个资呢 那你可以知道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空间的人 拥有手机的背后的个资 那就表示 你在台湾所覆盖的范围里头 你都可以做得到啊 所以今天如果今天国民党 办了肇事活动 或者是好了 那天小草去包围民进党的中央党部 然后都是哪些人 锁定这些手机 然后再去掉这个手机 背后所绑定的戈资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违法 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 基本上呢 就是呢 非常高压极权的国家政府 才会去做的这种事情 那民进党王毅川 可以这样子 洋洋得意拿出来说嘴 你就知道这种人 恐怕去北韩北韩人家都不要他 就是这种水准而已啊 这是林佳龙的爱将啊 对不对 民进党现在的英雄啊 现在赖清德要提拔的人啊 就是这种咖 就是这种渣啊 咖咧 他不是个咖啦 那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啊 当时因为疫情的时候 我告诉你 不是政府掌握 我们这个政府是华龙共你知道吗 第一个政府掌握这些资料 他是不是用来做政治阵防人民 针对人民 这是一个议题 另外我们的个资当时都被泄露了 都被私下拿去偷卖给民间啊 所以你一天到晚接到很多的莫名其妙的广告 甚至于诈骗集团 为什么掌握了你这些个资 是非法滥用 甚至于还拿去卖钱 所以啊 这就是我们选出来的 伟大的赖清德政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